7点时也必须随时警戒保护自身 为难以预期的疫情发展做好准备 记者梁家柔 黄晏 梁渝勇 台北报导 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 22日公布十面上一款口服适成避孕药 温不认T28摩医定 与有效期限内等药品主存份含量未达90% 低于原生核准的90%至110%之间 恐影响服用后的避孕效果 消息一出使部分女性担忧口服避孕药的药效 事前避孕药它主要就是两个成分 第一个是雌激素抑制排卵 那再来是黄体素增加这个精子游动的困难度 来达到这个避孕的效果 所以当它某个成分的剂量不足的时候 就可能会到不了那个有效浓度 就是达不到预期的避孕效果 事实上避孕药分为事前和事后避孕药 事前避孕药较为常见 副作用也较轻微 若每日定期服用可达到极高的避孕效果 事后避孕药则属于紧急措施 副作用因此较为严重 且避孕效果是服用重况而不均 而避孕药都属于医师属房前用药 必须经过医师评估后才能取得 民众无法自行到药局购买 一般我们评估他适不适合用避孕药的话 我们就是会针对他身体的状况做评估 比如说肝顺功能 有没有灵血因子的问题 家族有没有血栓的病史 或是他自己曾经血栓过 那这个可能就不适合使用避孕药 此外根据卫福部国民健康署 于最近一次家庭与生育调查研究发现 20至49岁未曾结婚 且有性经验的妇女 约有9成曾使用保险套进行避孕 然而仅有两成女性是以口服避孕药进行避孕 不过保险套属于物理避孕方式 避孕效果仍低于事前避孕药 那一般妇产跟医卫一般是会建议 就是良好的信息人是口服避孕药加保险套 原因是口服避孕药它就是避孕效果是99 那保险套的部分就是可以预防性病的传播 那这两个加在一起 事实上是最安全的信息 女性使用避孕药频率相对低落 源自于社会对避孕药的种种迷思 然而避孕药不仅有避孕的药效 还可以作为调控经济紊乱 远发性经痛与筋血量大的方式 因为大家想到吃避孕药可能就是想到 他可能怕自己怀孕或者是说 他比较想要用那只无套之类的 就发别人觉得自己的心中有比较不减点 我吃避孕药不是只为了避孕 也为了就是类似像是调整身体体质 然后让我的月经可以比较准时来 台湾社会普遍对性抱持回避态度 尤其是对女性的性更是禁忌话题 而学生少有管道参与性知识的讨论 导致多数人对正确的避孕措施输于了解 呈现避孕药迷思源自于校园性教育的不足 我觉得到学生的性教育目前应该是相当的缺乏 因为他没有课纲 如果没有这样的课程的时候 像胃宝组 学校的胃宝组 健康中心 应该就需要开设一些讲座 甚至跟通试课的老师去做合作 所以大家一听到病院才会直接联想到病院 没有想到说他是可以透过荷尔蒙来改善人体的东西 这个名称可能会让大家对他有点误导 所以在健康教育课程里面 就是老师应该也要在这一块来多说明 就是他有情绪